总统蔡英文日内首度接受澳洲智库邀请发表演说 同时也接受对方的书面提问 蔡总统提到台澳两国在防疫物资的共享 以及资讯公开透明 使两国都安然度过了第一波疫情攻击 而针对了大家关心的两岸议题方面 蔡总统也重申强调北京的一个中国 本质就是一国两制 台湾人民无法接受 因为台湾人的未来要由台湾人自己决定 总统蔡英文再度登上国际舞台 创成台湾防疫经验和两岸关系 强调互相合作 让台澳两国安然度过疫情挑战 至于国际关心的两岸议题 蔡总统态度很坚定 面对中国威胁 蔡总统强调 台湾会加强军事实力提升防卫能力 蔡总统任内首度接受澳洲智库邀请演说 意义非凡 靠着成功的防疫经验和民主制度 让台湾走向国际 记者讲解与林凯军台北报道